是调度 当然这个现阶段你说 在技术上再去做什么样 很困难 我觉得心理建设是很重要的 就是让这些球员 在信心上面要提升 刚刚很好我们听到访问说 这些球员至少他讲 前两场比赛 尤其第二场对西湖打的那样子 对他们的信心上 没有任何的影响 他真正比赛起来的时候 他们都可以发挥 那是讲真的还讲假的 我希望是真的 你也只能信以为真的 那教练我觉得在现在 就不是在跟他讲技术的 就是跟他讲信心 怎么样把信心提升 把气氛弄得很好 那这个气氛弄得好的 还有一个很关键 就是角色的定位 刚刚提到 你让每一个人知道 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个团队的比赛 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获胜的 不是一个打着打 一个全力打 就可以获胜的 不是一个投手投一举两举 就可以获胜 而且还有球数的限制 你是要靠群体的力量 你把每一个人角色 定位得很清楚 每个人知道 他怎么样去做准备 因为信心是从准备开始 当你知道怎么去准备 把你自己准备妥当 你信心就出来 信心出来整个气氛 我要请教你 因为你对职棒很熟 不管是美国或日本 到底在应付这一些 世界最一流的职棒选手 跟其他的比赛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一直讲说 明天在世界棒球经典赛 就要正式开打 这两场是所谓的暖身赛 明天正式开打 后天台湾要对上韩国队 可是到底什么叫做 世界棒球经典赛 我相信没看棒球的人 很多人都没有 像我我就都没有 我们来介绍一下 世界棒球经典赛 是由美国职棒大联盟 美国职棒大联盟的 球员工会 国际棒总 以及日本的棒球机构 以及各个机构 一起主办的 然后首届比赛 是在四年前 这个2006年3月3号比的 然后日本是第一届的冠军 这一次是那个 第二届的世界棒球经典大赛 另外呢 还有是世界大战 这是美国职棒的部分 还有亚洲职棒大赛 这个是2005年 这个是在每年10月 或11月举办 然后还有世界杯 这个是1938年 这个历史最悠久 已经办了36次 台湾至少已经办了30 举办第37届了 不过呢 世界棒球比赛呢 瞩目的这个关注焦点 还不如世界棒球经典赛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谈的是 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另外还有奥运的部分 奥运呢 其实上一届惊傲 就是已经最后一届的 棒球项目了 之后奥运就不打棒球了 可是我们就很纳闷 韩国那个不起眼的国家 可以拿到奥运冠军 我请教一下曹总 我们一直很关心一点 你说我们输了日本 输了美国 输了古巴 那就算了 因为真的实力差太多 怎么连韩国都输得那么惨 连中国都输得那么惨 到底中国跟韩国的实力是怎样 尤其是后天要对韩国 韩国是怎样进步 韩国其实这几年国际赛 有很好的表现 尤其去年奥运 还有2006年第一次经典赛 其实韩国的表现 我认为整体来看是优于日本的 韩国比日本好 日本还好 因为他只有最后一场输给日本队 所以他赢了两场日本 正在国际赛 其实整个这一两年的国际赛 里面来讲 其实韩国的表现 真正他是优于日本 他大概四场里面 他赢了三场 只有经典赛那一场 最后一场关键的比赛输掉 对啊 益心大哥 你那时候在讲的时候 吃泡菜的国家也没那么厉害 怎么会改变那么多 当然这人家有在制度翻面 有加强 他们到底做什么东西 那这一点我就不知道 我也不予置评 大概是他们球团 职业球团里面 就是我想美国大联盟这边 会对亚洲地区的这些球员 去寻采嘛 那韩国他们的球团 大概会用同样等值的 比如说签约金五十万六十万 他把他们的比较年轻的人才留下来 所以你要看看这一次 他们的国家代表队里面的 两三个左投手 其实都是非常年轻 大概二十一岁二十二岁 左右的这种 他们国家的好的投手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到小联盟去发展 也没有到美国大联盟去发展 你的意思就是说 韩国做的法 做法就是说像台湾 如果出了一个王建民 杨基要多少钱请他 我们台湾就多少钱请他 让他留在台湾打球 是大概可以用这种方式 我想韩国他们这一两年两三年 他们的模式大概朝向这样去做 所以我二十一二十二岁 我不一定要到国外去发展 应该讲说不止在制度面 我们应该要以世界接轨 然后也要有经济约 这个是有份ABC级的球员的制度 不能说把A级的选手 跟B级的选手的在薪水方面 也差不了多少 这个是一定要树立 要不然的话 那我宁可到小A 1A 2A 3A去美国 那我们台湾不可能吗 还是莫所成亏 现在已经是已经不一样了 像世界各国都已经 像韩国都已经总像这个 我们台湾还是到目前为止 最近的报纸都有登出来 那不宜自评说是哪一个球队 现在职榜 台湾职榜选手 差不多的 然后职质还不错的 进去大概薪水多少 四五万块 我是看到还有六万块 那一般公务员都差不多 可是你要想他能打多久 对这一点是应该讲说 我们运动选手的精华时期 应该讲说在二十二号到三十五岁 这十几年等于是赚未来的钱 你一个月才五六万块 你说真的一个好选手要红一年 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那五年是不得了的 那十年像谢长安这么好的选手的话 那真的在台湾是寥寥无几 只有一个两个百胜投手 所以说但是在薪水制度方面 你能不能迷入到未来的十年或几年 这个也要想 所以说有经济 有经济业附属业 这个都很需要 没错 不过等一下职棒的问题 还有球员选手的这些福利制度 我们再好好来谈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要请教袁博士 依你的看法 到底这一次 整个成绩会是怎么样 各国的实力 我们看一下 美国其实大家还是认为说 他最具冠军项 因为包括他的头打都是非常的好 现在全队都是现役大联盟的选手 这有点会怕死人 包括吉特 齐伯琼斯 皮维这些人 然后还有奥斯华加入的投手群 然后日本是上一届的冠军 这个经典赛的冠军 然后大家都说他希望能够未免 然后像松阪大福 林沐一郎 通通都进去了日本队 然后多明宁家 还有Arod也在多明宁家里面 还有老爹 欧提斯 这些好手 所以这三个国家 其实实力都很厉害 当然我们长久的敌人 这个古巴 然后这个最好的朋友跟敌人 也是实力非常好 南韩吓死人 这个是金澳棒球的冠军 刚刚那个曹总还说 他搞不好实力都比日本还强 我恋恋于他 这其实这次也有三十四名的大联盟 球赛 球员来参赛 渴望跟加拿大争分组第二名 还有中国 中国这个国家 真的是大家不知道怎么看他 因为其实他这一次 也有三名小联盟的球员 像孙领峰 冯飞跟张玉峰 整体实力 大家还是认为 他不如中华队 但是他又打赢过中华队 我请教一下那个那个博士 我们先谈中国队 中国跟台湾 两个实力到底差在哪里 到底我们是不是 我们因为我们 我假设后天对韩国不幸输了 接下来应该就对到中国了 对中国 会赢会输 就是这大家最担心的一点 如果说台湾跟中国队来比较的话 我当然还是觉得台湾的赢面要比中国来得大 而且大很多 我到现在还敢这样讲 不要认为说北京一场比赛 那场输掉了 好像中国的实力就比台湾强了 全世界也不会这样认为 单一的一场比赛 我想棒球的比赛 大家都晓得最难预测的 短期的比赛 谁都可以赢谁 那单一一场比赛 更是谁都可以赢谁 你说美国 大家都说美国这么强 全部是大联盟的选手 二十八个人全部大 所以你数每个队大联盟选手多少 你就排名 说这个队最有机会拿冠军 没那回事 几率是这样子 但是棒球的比赛不是打几率 最后的结果常常是爆出人的 美国前一届比现在这一届 还要来得强 但美国得了冠军吗 他连前四名都没有打进去 对不对 你说韩国真的很强 奥运得了冠军 两度打败日本队 你说韩国的实力真的比日本强吗 我想全世界去投票 大家还是认为日本比韩国来得强 那为什么奥运他打得这么好 上一届的新年赛 韩国也打得这么好 但你不要忘了 在亚洲职棒大赛的时候 他输给统一 对不对 他是第三名 而且输得很惨 对不对 在八抢三 那一次在台湾举行的 八抢三打奥运的时候 他表现也不怎么样 我们跟他实力也非常接近 所以一届一届你去算 棒球比赛真的很难预设 在单一的一场比赛 或者单一的一个Tournament 不是打职棒的长的球技的话 谁都可以打扮谁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教练可以运用的 跟我们年轻的选手 就可以灌出这种观念 是 真的不要担心 单一场比赛打得好 你照样可以打败 不要说韩国 照样可以打败日本 不过这就是棒球有趣的地方 搞不好我们对美国还赢他 一样啊 说不定